新年一史,中国最大遗族聚居区四川省梁山州正式迈入动车时代 当第843次复兴号动车组以160公里时速飞驶在安宁河谷时 在四川大梁山另一侧,时速不到40公里的5633次列车 正满载偏远山区的遗族民众和农货穿行于山区腹地 与开行仅几日的复兴号动车组相比 最低票价仅2元的5633次列车已在大梁山腹地穿行52年 是中国目前仍在开行的81对工艺扶贫慢火车之一 被当地民众亲切称为小慢车 可以运在家禽牲畜的小慢车行程300多公里 沿途停靠26个站点,运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53岁的遗族大叔沙鹿坐小慢车,四处卖农副产品已有30余年 这次他带着从村里收购的30只鹅前往攀之花售卖 车程约9个小时 三天坐一次,四天坐一次这个慢车,这个慢车照顾我们俩 他说我一样,我们洗这个时候沙头卖不住了,拿到下去了,出去买 不是这个城外我们沙头都卖不出去 不说不说怕车还去,把酒费还去,我们花不住 只卖一切还去,就吃了水费就没得了 第84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长袁安伟在铁路上工作已有25年,曾经也职承过小慢车 在他看来,梁山开行动车后,看似被时代甩下的小慢车依然不可取代 小慢车它主要就是针对遗族老乡,生活方便,挺方便的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车主要是节省时间 小慢车不会取代的,毕竟还有这么多遗族老乡在沿线生活 这个车毕竟去不了那些地方 在梁山第一次坐上动车的遗族青年,沙马游补此行事前往攀之花参加考试 作为生活在小慢车开行沿线的村民 他十分感激小慢车曾带给他的温情与便利 他所过的站,每个站他都要停,还可以放一些牲畜啊 他为我们出行还是带来很大的方便 还是挺怀念的,只不过时代在发展,肯定要往好的方面走 49岁的5633次列车列车长胡新赵在成坤县边长大 从小便经常乘坐5633次列车 从乘客到列车长,他也见证了这趟列车 从曾经的快车变成如今的小慢车 作为以前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快车 但现在说随着科技的取代,他现在被大家称作小慢车了 作为沿途的老乡来说,他看到这个小慢车 可能就感觉像看到轻人一样的感觉 对沿途的老乡来说,确实是一种很必要的补充 所以说来都能够开行,但是小慢车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 就是养着鸡,还有是各种农产品 他们需要运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效应 才能让他们走出贫困